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 特區政府的所謂防疫抗疫措施究竟搞成怎樣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昨天有四個人打了科興疫苗之後 感到不惜需要送院救治 政府指定的專家顧問許樹昌教授辯稱 有可能是市民害怕打針而導致有不良反應 和疫苗本身無關 另外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 今天在接受港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時 公開呼籲港鐵應該使用安心出行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看看那四名市民打完科興之後有什麼反應 政府公佈 有四個人在中央圖書館接種疫苗之後 出現了不良反應是需要送院治理的 許樹昌教授說有可能是市民在接種疫苗的時候 他的自主神經是令到打針的時候緊張 或者是他害怕打針 導致心跳加快 血壓上升而引起不惜 也有可能是迷走神經作用令到血壓下降 跟某一些人見到血見到針就會頭暈的情況類似 人人都不同的 這個許樹昌教授還說抽血的病人 不時都會有類似情況出現 相信跟科興疫苗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解決的方法就是打針的時候不要看著針 他說這些說話 到底是依存著科學的原則 還是他的憑空想像或者是益測 我真是很有疑問 到底你許樹昌教授作出這番判斷的時候 你有沒有查問過那四名感到不惜的市民 你有沒有問過他到底為什麼不惜呢 你有沒有查看過他的身體狀況呢 還是人家記者問到你又回答這些出來呢 這些可能是罐頭答案而已 那到底你有沒有向那四名感到不惜的市民看過證 如果是沒有的時候 那你憑什麼就可以在公開場合這麼無斷說這番說話呢 我真是不理解了 你還是身為科學委員會的成員 那你一定要以科學的原則來出發 還是你認為現在你所說的已經很符合科學的原則呢 當然如果你是有向那四名市民看過證 那你又拿出來說一下 那我拆暈了那些報道都沒有聽你這樣說過 另外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 部分市民在接種之後出現頭暈症狀 原來只是因為沒有吃早餐 但是許樹昌回應 說打針的時候有沒有吃早餐沒有太大關係 那究竟你誰說的說法才是真確呢 你一個又說因為沒有吃早餐所以頭暈 另一個就說頭暈和有沒有吃早餐是沒有關係 兩人說的都有矛盾的 狗不答八的 還是你們的答案就是 總之他們有什麼狀況都跟科興疫苗沒有關係 我似乎看到你們現在就是有這個傾向 其實打疫苗當然會有副作用 但是那個副作用也是因人而異的 有些人可能完全沒有副作用都可以 有些人的副作用可能嚴重一些 打完針之後他會頭暈、生氣 或者是周身骨痛 又或者是累奶奶 就算打流感針也可能有這些狀況出現 當然現在有些人就說他頭暈的 或者血壓有問題的 那你有沒有逐個個案來問清楚 你一味就說沒事的 這樣被人感覺好像在維穩 總之告訴市民 打針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怎麼說 你要科學就要求真 你都不知道有沒有逐個個案去看 待會這個聶德權局長 還說有些市民沒有吃早餐所以要頭暈 沒有錢還要頭暈 你不叫陳茂波派多些 根本一群人都搞不答白的 你被人感覺是很怡氣的 這群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一人說一句都沒有夾過的 浪費 接著我們就看看打疫苗的情況是搞成怎樣 接著到昨天就已經有超過兩萬人接種了科興疫苗 而特區政府在昨天早上九點開始 也都再次開放給市民去登記 在三月份是接種疫苗 這就是科興的 名額就有大約二十七萬個 去到昨天晚上八點鐘 已經有十五萬七千人預約了打科興 不打科興又可以怎樣呢 當然就可以等下那些來老貨 復必泰疫苗就會在星期三 即是明天開始接受網上餘養 為期三個禮拜 名額就有超過十四萬個 大家如果要打的時候 明天就要注意了 可以網上餘養 當然我相信有更多的市民 他們就不是這麼心急 最多就先觀望一下 看看其他人打完之後有什麼反應 這些是沒所謂的 正式就是自願的接種 當然現在有很多藍絲 他們就指定要打科興 因為這樣就可以展現出他們的愛國情懷 以及對國產疫苗賦予無限的信心 我覺得這是好事 因為這樣就可以造成一個分流 那些藍絲就去打科興 其他市民就打來老貨 這樣就更好 這些叫做一家便宜 兩家獎 好了 我們接下來就再看看 這個安心出行的情況 在今早上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 去了香港電台接受千禧年代的節目訪問 他就說到 說港鐵是應該積極地考慮使用這個安心出行的APP 他就說理解到港鐵可能會考慮不同的原因 和不同的運作安排要配合 特區政府已經準備好為港鐵公司提供安心出行的二維碼 即是QR Code的服務 而港鐵也可以按照運作的需要 考慮張貼這些QR Code的位置 例如貼在列車車門的時候 繁忙時間可能會阻礙市民上落 你知道就好了 其實這些建議 完全是暴露出那班高官的離地思維 令人嘆為觀止 你薛永恒局長三十多萬月薪 當然你可能有政府專車接送 就算沒有你自己都能開車 你又怎麼會去逼地鐵逼火車才行 你有多久沒有搭過地鐵沒有搭過火車 你叫地鐵公司在車廂或者不知哪裏 貼的QR Code叫人家掃碼 你是不是想塞爆那個車廂 是不是想塞爆那個閘口 你貼去哪裏 你自己都懂得說貼在車門那裏 就會阻礙市民上落 那你說叫地鐵公司貼去哪裏 貼在月台玻璃幕門那裏 你有沒有搭過地鐵 繁忙時間站幾層人 哪裏控得到那裏掃的QR Code 還是貼在車門那裏 那你貼在車門那裏 那你貼在車門那裏 就只要乘客上落車的時候塞住 還是貼在車廂裡面 貼在哪裏 這些正式叫做多蜜魚 是不可行的東西 就算你說不貼在月台 貼在車站一入閘之後的位置 都是愚蠢 就只要那些人塞住閘口 用腦都知道這些建議是多餘的 特區政府一方面說 叫市民不要聚起來 因為人群聚集的時候 就會增加了感染的風險 另一方面又搞這些愚蠢措施出來 叫人家掃這個安心出行 怎麼掃呢 一掃的時候 你貼多少張才夠 是不是好像零符一樣 貼滿了整個月台 貼滿了整個車站 真的浪費時間 那些人一樣在車站聚集 更何況 由這個武肺爆發到現在 都已經是一年時間有多了 有沒有曾經出現過 一個叫乘客群組 真的聽都沒聽過 最多都是說那些港鐵職員 不知道在哪裡中招 你說乘客中招 可能也有 問題就是 到底他是不是在車廂中招 才是重點 有幾何在車廂中招 個個乘客都已經戴著口罩 如果你那個感染風險 真的這麼高的時候 你又不要開了 那些火車地鐵 都停了 那你又繼續開 繼續開 就是安全 安全就是沒有問題 那你掃什麼安心出行 是不是多此一舉 搞了這些無謂的事情 實情你就是要 向上邊領崗 就說要有多少下載量 有多少個所謂處所 就裝了這些安心出行 你有這些數字拿上去上邊 好看有個交代就算了 是不是 你搞這科技 究竟是為了防疫 還是有其他目的 那些市民都心照 隨便搞過就算了 你搞得這麼認真 用什麼 你那些地鐵怎麼整 安心出行 當然 你又可以照整 整個車站 全部貼滿了這些二維碼 問題就是 有多少市民 會認真去執行 那些市民不掃 那又怎樣 你不准他搭車 那簡直是 唉 做少一點這些無謂的事情 實質有利民生的事情 你又不做多些 這些無謂的事情 你又這麼認真 這麼揭力去做 真是把鬼 另外這個 薛永恆局長又說 安心出行的應用程式 已經是有311萬次的下載量 佔過全港市民約四成 這些擺到明也是亂說的 首先 311萬的下載數量 就不代表是下載的人數 因為有些人可以 一人下載十次又行 一人下載二十次都行 你怎麼知道 他有多少手機 有多少設備 所以這個311萬 就是下載次數 而不是下載人數 其次的就是 這311萬的下載次數當中 究竟有多少是 真真正正香港下載的 有多少是非洲 加勒比海 太平洋 那些群島下載的 所以這個數字肯定 就是有水份在裡面 更何況就是 有部分市民很聰明 他用完之後 就會刪除了Apps 他第二天再出門的時候 他又去下載 他一天都已經下載兩三次 他一到公司 或者是到家 他又刪除了 那你說這個下載量 究竟是否代表著 有全港四成的市民 裝了 我是很懷疑的 肯定沒有 肯定是重複的 不過不要緊 他說有大約四成市民 裝了就有了 他根本都是做給上邊看 就告訴上邊 他們很努力去搞這些 防疫抗疫工作了 不過他現在把下載次數 一百五十萬次的時候 又不知道他怎樣來解讀 到時候他又要想些原因來解讀 不過呢 說到最後就是 你用不需要這麼認真 要地鐵那裏裝這些QR 曲才行 隨便算數 反正你現在都開始接種疫苗 疫症在全世界範圍裡面 都很快搞定了 不需要再在那裡 勞心勞力搞這些無謂事情 有空思考一下 是不是應該向市民派錢 發更多的津貼 那些要移民的人 你就發還強積金給他 那就更好 不需要搞這些 無謂事情 已經是尾聲了 這個沒有廢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